我一回家就看到了这些东西 我的出海战鞋 出海手套 出海战衣 再加上一双肉哥的出海战鞋 我们晚上有无敌了 老公快过来 穿上你的战鞋 出发了出发了 我们去找螃蟹咯 Hello 我们刚刚到了 开了两个小时 现在是准备先下去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海货 一般来说的话 螃蟹的话 一般人得要等到晚上 十点半左右才会有 所以说我们现在先逛一圈 因为白天时候 没有来过这个地方 白天可以看一下 其实白天看看也挺漂亮的 你尝尝看 我尝尝看 你尝尝看 别客气 其实海苔很脆 真的挺脆的 不难吃 真的不难吃 非常非常鲜 已经有螃蟹了 这么快 你穿的也太专业了吧 老师 我剪了几个螺 哇 安心 老公你看我做的这个什么东西啊 你把灯都 哎呀小心小心 你把灯都拿过来了 啊 我第一只螃蟹 好凶 然后可以跟大家看一下 拿起来 这螃蟹真是很厉害的 我现在是拿着生命的威蟹在跟你们说 啊 这样 好难 啊 快来来 快来来 啊 我帮你 我帮你 我帮你了 哈哈哈 啊 哦 真的咬你了吗 这咬的 哎呀哎呀 他咬你好 没润是手没润 你手没润 好我知道我们的技巧 这个螃蟹就是 哈哈哈哈 这螃蟹就是我想跟你们说的螃蟹 然后这就是红 它很有力的 也叫muscle muscle crab 也是叫做力量线 力量线 刚刚咬了 我其实这已经带了 你带了几长了 我已经带了两层手套了 已经带了两层手套 但他刚刚如果说真的咬起来的话 他是根本就不会松口的 而且他非常非常的 两端你肉就不会松口 哎哎 你看我脚的这个东西 我只想给你看一眼 这什么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你小心 我给你看一眼 我就放了 我就扔掉了 这好奇怪 长得好奇怪 哈哈哈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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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爪鱼巴爪鱼 网子 我巴爪鱼 哇哇 哈哈哈哈哈哈 好大哀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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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我吧 我的天啊 我告诉你吧 天哪 我的天哪 还没有毒吧 没有毒 没有毒 没毒 来来来来 我宣布 我宣布 机会回家了 哥哥说找到螃蟹了 在哪儿 哇大螃蟹 大螃蟹 真的 顺利的果实 螃蟹 螃蟹 在哪儿 都是啊 那就是因为 弱太大 慢慢走 拿过来 大吗 还可以吧 老公 螃蟹 螃蟹 看到没看到没 你小心啊小心 这是刚才你这个位置吗 好多泡泡 你这个看得到 平感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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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一只螃蟹呢 这里有好几只螃蟹 但是它们太小了我们就不要了 你看这边好小的一只 你看这边好小的一只 然后这边也很小一只 哈哈哈哈哈哈 吓死我了 这个这个 这个洞也太 这个洞也太隐蔽了 好不好 现在这种时候的话 因为有点涨潮了 所以说 螃蟹会被烙打的 有点看不清楚 对 继续找吧 继续找吧 希望还可以再找个几个 但今天其实已经很成功了 真的 哈喽小伙伴们我们回来了 又开了两个小时刚刚到家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的奖励品 螃蟹 主要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的我们的户外活动抓螃蟹 第一点的话就是说 如果说你有考虑要去抓螃蟹的话 一定要记住一定要记住 千万记住要看退潮和涨潮的时间 螃蟹的话是得在退潮的时候 毕竟是在退潮最低点的时候 才可以去尝试去抓螃蟹 其次的话就是说 你们在抓螃蟹的时候 千万千万一定要记住 自我的一个防护 防护的意识吧算是 因为今天当抓螃蟹的时候 戴着手套还被咬了小拇指 保险它还有点疼 别的的话好像已经没有什么了 那总的来说 今天整个户外活动 我们还是比较开心的 特别是意外收获 抓到了一只大双鱼 好了 那就希望你们期待 我们下一次的户外活动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太恶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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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搞啊 拿起来呀 我拿不起了 太恶心了 别让它装到风里面去 快快快快快快 别让它装到风里面去了 这怎么搞啊 完了完了 我感觉我搞不定 我网上查了一下 是说把它头 把它头给断了 把它脑子给搞得这样 它痛苦少一点 你弄一下 就是把这个你看 从这边 从这边开始 一下把它断下去